鴨流別再來了 我搭配銀咒的一個商量量 咻咻咻 蹦蹦蹦 拉拉拉 咻 嗯 漂亮 這一波 雖然在追趕的過程當中 圖倫有點危機 不過銀咒與其我的搭配 perfect good perfect beautiful FUNNY FUNNY你很棒 FUNNY你剛剛 我們在追逐卡之後 轉角又要拉圍喔 超尷尬的 超好笑 你好 你好 こんにちは 我是RebyReby 又來到正常聽我說故事啦 在前面跟觀眾聊的內容 就知道我們這支影片要講的是 《巔峰之戰》了 更新了《巔峰之戰》這個系統之後呢 又在傳說戰場掀起了一波 《腥風邪雨》了 在第一天的戰績 我可是分數直直往下掉呢 好加在在第一天的最後一把 遇到了神秘般的隊友了 我們就來看看 戰場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了吧 我們走到的是藍區發現是對方 薩尼 哎呦 Don't touch my jungle 我與圖倫趕緊把薩尼壓了一個殘血回家了 也有看到對方的拉茲有在中路給我們一些消耗 也警告著我們 但是我們家耶娜還是大淚淚的走到了對方的野區裡頭的草叢 遇到了對方雅年之後呢 連龍馬也趕到了 稍微是消耗一下龍馬 他回到了是安全的塔下 不過拉茲打得可兇的喔 延誤了一下 我們家耶娜也給了治癒之後 又發現的是薩尼補滿的狀態回到了中路 跟我們稍微說一個拜拜 我們就先揮揮手 不要碰觸到彼此的身體了 而時間點也差不多來到了1分20多秒 我們要往下半步做移動囉 看到我們銀咒 欸 你的紅BUFF怎麼甩出來 還被對比薩尼給搶走了 我一個惡劣 穿掉是薩尼以及拉茲了 總算搭配著是我們家銀咒 把這個手上交到了薩尼的身上 而追趕著拉茲回頭你踢這隻兄弟啊 你這一踢把自己踢下深淵了 連對方的雅年路掌進到我身體出來之後呢 想要跟我們家移仲來拼個你死我活 沒想到我們兄弟比較多齁 銀咒大大拿到了散科人頭的一個家計了 再往下半步移動 幫助一下我們家亥鴨 把兵線吃完之後回頭 剛剛好有一個完美 perfect time 可以吃這個摩隆克爾的 但是我們家的其他成員 像圖倫以及葉娜 其實已經在中上半步 有稍微做一波波的消耗囉 你可以看到 我們家葉娜又再蹲了一下 探查到了這個草叢 而且我們也親眼目睹 看著這個拉茲走了進去 是不是當我們是 蛤? 我們是不是以為看不到啊? 嘴感的過程 雅年又再次施放了落日斬 但是他帶不走我們家任何一名成員 反倒是他自己人頭倒下之後 連拉茲 他家的拉茲血量都不太健康了 一個進軍神雷下去消耗之後 沒想到拉茲還走到了中路 送給我們家亥鴨這個人頭 不錯 這個送頭 我喜歡 畢竟我們這個整體的陣容呢 前期可以靠一下銀咒 靠一下圖倫 但後期的話我們還是要抱一下亥鴨的大腿 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發現到的是我們家銀咒倒下了 又看見對方薩尼殘血走得出來 我一個曲風屏障 哎呦二技能串到的是對方啞鈴身上 哎呀你這一串兄弟 原本想救你家的薩尼 殊不知你把薩尼給拖下去囉 我喜歡 好又看到我是稍微被龍馬以及拉茲消耗了一點點的血量 側邊是我們家葉娜的一個支援 支援的位置非常的好 再看到的是往下半部走 稍微是陪伴一下我家的亥鴨喔 以防萬一 亥鴨如果前期被弄得太兇的話 狀態沒補起來 或者是經濟不理想的話 我們很難去抱這個亥鴨的推推齁齁 那也有看到亥鴨跟銀咒已經來到了下半部 而我們在中路跟河道是把視野全部清空之後呢 再來跟著銀咒一起往對方的藍區去做移動了 也有遇到的是對方的薩尼 不過沒有關係 他都走了 我們就做人留一線 日後好相見 把這個小野怪拿了就好 不用逼人家告告啦 放人家一條命也是不錯的 但是呢 你薩尼還有拉茲都走出來 我還不許封名張把你這薩尼給彈的出來 因為畢竟倒了一個大坦了 對方要如何輸出 只不過對方的雅蓮其實打的也蠻兇的 可是我們更像瘋了一樣 要把你的雅蓮頭再次斬下來 而且剛剛那一波的話 我們家亥雅也有拿到不錯的人頭喔 有把對方的勇給擊殺掉了 因為我們要保護亥雅的一個成長 但是對方勇的發育我們也是要給予限制的喔 對方有一個大招有探草到我們在草叢裡頭 稍微跳一下恰恰徘一下 但左側邊的葉娜已經抓到是拉茲的一個點位喔 沒有關係我們協防過去是逼退對方的人員 再看到的是銀咒 銀咒你怎麼一個人在幹兩個人 啊又不錯喔 葉娜一來還順便撿了一顆蛹的頭 連雅蓮也一起帶走了 哇可以看到我們這一場的銀咒打野 戰績可以說是好的不得了頂呱呱那種給他一個大拇指 我們踩完視野之後發現對方的薩尼給拉茲一個詢問 銀咒跟三二技能直接穿到兩名成員串燒成功 欸老闆把這張串燒端到是客人桌上去吧 拿完人頭之後帶掉了他 哎呦發現往旁邊一看銀咒不要膨脹 剛稱讚完你屁股就翹高高 差點被對方帶走這件事情可是不能做的喔 掩護了一下銀咒之後他回頭去吃一下 蒙克爾德恩我們悄悄來上半步 因為發現我們家亥亞跟羅馬打了起來 一個萬象他剛剛已經轉完之後位子不太理想 是被龍馬給帶走了不過 斜弗爾不用擔心我們替你報仇了 我們不會被判出即說打了又打打了又打 沒事我們把你帶走了龍馬 讓你死的不會不明不白啊 再看到對方的薩尼跟拉茲又來囉 稍微往側邊拉一下 哇拉茲好兇啊 不過我們家的圖倫也不是省油的燈 往側邊拉了一下距離成功是活了下來 而且銀咒也再次趕到了 嘿銀咒來了我怎麼能不幫他呢兄弟 哇你打了一個快要殘血的一個局面 亞連別再來了 我搭配銀咒的一個傷害量 咻咻咻咻蹦蹦蹦蹦啦啦啦 嘻 嗯 漂亮 這一波雖然在追趕的過程當中圖倫有點危機 不過銀咒以及我的搭配 perfect good perfect beautiful 沒想到這一把我們協助的銀咒 就拿到一個四連殺了 只是可惜 沒有人可以按我這個輔助的讚 不然我的讚已經突破天際了 拿完了我們的人頭之後呢 再恰恰把兵推到是高地前方 歐門這把的亥牙其實意識也相當好喔 知道把中路推完帶完線之後呢 要往上半步繼續把兵線的壓力帶給對方 欸不過你欸 剛講完你的位置怎麼這樣子 齁 愛好加賽是我是安奈特 彈還可以彈到是薩尼把他大招斷了 他那個大招打出來的話 喔我們家亥牙頭殼都直接開花了 這件事情我們不能讓他發生 而在亥牙回程補起狀態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看到我們家銀咒又牙起來了 喔沒想到銀咒還先把拉茲給帶走了 可是等一下欸欸耶娜幫我一下啊 欸我對面的雅蓮想要摸我的裙擺啊 我不給他摸 好加賽是我們家的隊友都感到了 亥牙還沒有做到事情 我們光四名成員就已經把對面打出了一波S了 喔林仙又再次進來 再看到是對方可愛的小薩尼喔 小薩尼先不要來我們要拿珠寶了 你不要再倒下 欸但殊不知我們家銀咒竟然倒了 喔薩尼還沒想到撿了一顆頭 喔我們也選問題但彈回去薩尼的位置 讓圖倫拿到這個頭之後呢 拉茲衝出來 哇他連兵帶著我一起往後推 以為他要避動我好險沒有啊 啊我們主堡這時間點終於被我們點掉了 好開心謝謝神隊友啊 這個我有記得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搭MVP的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拿了 我0022欸 欸什麼 你問我 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的巔峰之賽 要怎麼穩住心態 以玄學的方面來說齁 有時候戰場的不順利 我們可以藉由外在去做調和 來來來 報告你知道啦 這耳機的牌子叫Turtle Bitch 它的牌子叫烏龜海灘 就是這個LOGO 那這一次的話是剛好有兩個 這個耳機一次有兩款的顏色喔 對兩款的顏色 在這個的話是換影迷中就是純黑色的 然後另一個近乎大地的話就是 帶有點 嗯 湖水綠 就是它不是藍色它是湖水綠 湖水綠的 那它的這一款叫做Turtle Bitch Battle Buds 入耳式電競耳機 那這算是它這一次是希望可以打入到台灣的市場 因為在Turtle Bitch的話其實是北美的牌子 它是北美電競耳機算是 呃...號稱第一名 就是有第一名的品牌 大致上它在50個國家還有地區啦 不僅是50個國家 是包含地區總共50個 然後總計大概有27萬間品牌銷售點 80萬個就是Turtle Bitch的玩家喜愛 我自己覺得數字還蠻漂亮的 還有20萬個Turtle Bitch的電競粉絲 就是...呃...白話文來講就是 20萬個喜愛電競 然後也指明要用Turtle Bitch的玩家 大致上有這麼多 那這個呢...呃...黑色的話我會送給大家 黑色我們就抽獎抽出去 所以就...黑色這個我就不拆封 你們確定喔好不好 這邊是沒有開封的 我也沒有帶過好不好 如果大家想要有...原味的... 就耳機的話 我也是可以幫你試帶給你 但有點噁心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那裡頭的話就是耳機主體 主體長這樣子 然後呢它的配件 這一支的話是... 麥克風 這一支是麥克風 它是可以外接式的麥克風 我等一下再慢慢講一下 然後它的話... 因為每個人的耳道還有耳窩的地方 都是大小不一 所以它一次就給你小中大 然後在耳套部分的話也是小中大 就看自己打耳朵的大小去做決定的 它戴起來的話大概會長這樣 然後上面這一個是... 它可以... 箱到耳朵這邊 就是大家有可能會不知道這個東西要幹嘛 但是它是加強你固定的 因為它是入耳式的 所以它可以放到我們耳朵這一側裡面 但這個有點小啦 我有多可能要再放大一點的 會... 比較... 適合它 對 大致上戴起來就會長這個樣子 長這樣 然後... 裡頭的話 它這個就可以直接調節 可以接電話 如果有一個接電話的符號 然後它有內坎式的麥克風了 就是它... 它有兩個麥克風 一個是外接 一個是內坎的 兩個都可以用 等於說是你平常外出或有通勤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戴這個 你不用再額外插那個麥克風進去 然後它這邊可以麥克風進音 你就可以直接... 就是... 上下調 就可以調開關 然後在... 聲音的部分的話 就是往上推 就會有聲音了 再慢慢調就好 大致上就長這樣 這一隻等於說是... 呃... 平常我們在打遊戲的時候 可以另外... 接這個上去 你看這邊有個洞嘛 不好意思...我插不插到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插上去 然後就變這樣子 它等於說是更貼近你的嘴巴 然後...可以更好的去收音 然後... 另外它主打的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它是... 3.5音頻的插頭 所以它的相容性很高 等於說你玩任天堂 玩手機遊戲 XBOX PS4 或... PC Game 都是可以直接用這個... 入耳式電競耳機的 都是可以做使用 然後... 剛剛提到它的雙麥設計 就是你今天真的覺得... 哇...好討厭 這個麥好煩 你可以拿掉 然後用它內砍式的麥克風去用 或者說你就是... 外接這個 可能你在跟... 隊友... 玩... 就是... 連線遊戲的時候 講話的方式 傳輸也會更即時更清晰 不會有那種雜音 就是比較貼近你的嘴巴囉 這是...兩個都是可以做使用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入耳式 剛剛提到的就是... 三款的 讓你去很好的調整你的耳朵 因為每個人有很多行動不一樣嘛 對吧 所以就是... 戴起來的話 就是... 舒適度也會不同 那它一個蠻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覺得電競耳機 然後... 你可能在聽音樂方面來說 會... 可能音質比較差 因為我電競耳機就是拿來玩遊戲嘛 但是這一款不會 因為它自己... 內建的一個設計是 10MM的 女磁鐵驅動單體 它是一個稀土金屬 那它的延長性比較好 所以它把這個10MM的 女元素放到了耳機裡面 等於說就是它的高音跟它的低音呢 都可以聽得非常清晰 就是你可以聽到清脆的高音 也可以聽到那種 撼動人心的低音 這個耳機都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在通行的時候 把這一支拿掉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 就可以好好聽歌了 那也是因為它的這個... 女元素 就是它這個... 稀土金屬 讓它... 我們在聽音變位 如果你平常在玩一些泡G 或一些什麼... 我要活下去這類型的 遊戲來說的話 你可能要分辨一些 高低頻的微度聲音 那這個的話也可以聽得比較清楚 就是整體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很特殊的 電競耳機 因為大多我們知道電競耳機都很大 你會很沒有方便帶出門 但是這一款來說的話 它是入耳式的 也比較小巧可愛 有一個... 三角形的logo 就跟我畫面上面的那個... logo一樣 就是它的... Toto Beach的... logo在上頭 蠻可愛的 然後...就是它的配件 我覺得這個... 雙... 麥克風的設計 是蠻貼心的 因為有時候大家就喜歡有個 麥克風在來的... 那種習慣性 你還可以調位子 也比較好用一些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一款 假設你現在想要找類似電競耳機 然後平時可能在外出的時候 或者是運動的時候 你想要也同時一併使用的話 那這一款是很推薦給大家的 然後呢 當然大家聽了我講這麽多 這麽多 這麽多 當然要有Sabi主要給大家了 所以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要送給你們的 這一個 入耳式電競耳機 它的是... 這個顏色的話 就叫做幻影秘中 是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黑色 可能對男生來說 會比較... 符合你們 你們可能也不想要帶太花俏的 所以我就把這黑色留下來 就要送給你們 我摸過的好不好 我摸過的 我摸過了 我摸過了 印藥好餓 結果... 沒有拆封過 全新的一個 入耳式電競耳機 就會送到你手中 好!大家要記得抽獎了好嗎? 又被你們學到了一首 不要說我小氣 這次不僅告訴你們這小秘密 更要送一組耳機給你們啦 麻煩底下留言 硬啦 好想要烏龜海灘喔! 瑞比老師 而我會在11月18號 抽出一位幸運觀眾 讓他改改運喔 也不要忘了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不 好! 好!